這部影片並非是NVIDIA宣傳 上星期推出的GeForce RTX 3080 它的4K遊戲表現大家有目共睹 而今天推出的GeForce RTX 3090 其中一個賣點是它有24GB VRAM NVIDIA聲稱它是針對8K遊戲而設 但無緣無故哪裏找8K螢幕去試呢 所以我們早幾天去了LG香港的辦公室 借用它們最新的88吋LG Signature OLED TV 來跟大家試試RTX 3090在8K解像度的遊戲表現 它除了100K解像度之外 它還是OLED panel和支持G-Sync的技術 而今次的測試也會用到Soltec Gaming GeForce RTX 3090 Trinity的顯示卡 今次的測試中我們試了Assassin Creek的Audyssey 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Red Dead Redemption 2 Rainbow 6 Siege Battlefield 5 Battlefield 5 以及近日比較熱的Fight Simulator 2020 基本上這麼多遊戲除了Fight Sim 平均都有貼近30fps或以上的表現 當中比較好玩的是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Battlefield 5 以及Rainbow 6 Siege 而Fight Simulator 2020只錄得15fps 就算降低畫面的設定至Medium 都只錄得25fps 剛才這麼多款遊戲測試中 大家除了看FPS的數據 另一點值得留意的就是VRAM的使用量 在8K解像度之中 幾乎全部遊戲都用到10K以上的VRAM 那如果只有10KVRAM的RTX 3080 走8K的表現又會是怎樣呢 結果RTX 3080在測試過的四款遊戲中 除了Shadow of the Tomb Raider 和Rainbow 6 Siege有較高的FPS之外 其他遊戲都是30fps以下 其中DirectX 11的Assassin Creed Odyssey 更只錄得10fps 在這次測試我們看到幾樣東西 第一是8KGAMING 就算用到目前最強的RTX 3090 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 假設大家堅持最高畫質的設定 主流大作極其量都只有30fps的水平 要去回60fps就可能要降低畫質的水平 才有可能做到 第二是10GBVRAM的RTX 3080 都不是完全玩不到8KGAMING 不過在遊戲的表現就沒有絕對的保證 因為8K解像度對VRAM的要求很高 第三就是8K器材的要求 除了螢幕要出到8K解像度之外 也要留意他們的連接介面 好像這次我們試這部 LG Signature的8K OLED TV 就提供到最新HDMI 2.1的介面 配合RTX 3090和RTX 3080的HDMI 2.1的輸出 就可以用一條HDMI線出到8K解像度 這次測試我們都特別買了一條 Pro Mini的8K HDMI 2.1的線 來確保測試的穩定性 如果沒有HDMI 2.1又會怎樣呢 坊間DELL其實都有一款8K解像度顯示器 它就沒有HDMI 2.1的介面 所以就要用到兩組Displayport 1.4A加起來才出到8K 綜合整個測試 8K gaming短期內都不會是平民的玩意 一來8K解像度的顯示器或者電視還未普及 二來以目前GeForce RTX 3090測出來的遊戲表現 要順暢玩遊戲都應該要做不少Tuning和改遊戲設定 還有現在我們測試都還在用第一版的Driver 不知道之後的版本會不會有效能提升 不過大家都不用失望 因為RTX 3090還留了一條MV Link考驗大家的忠誠 說不定用兩張RTX 3090才行8K gaming的真理呢 影片來到這裡就特別榮謝LG香港 借出場地和電視給我們試RTX 3090的8K gaming 如果大家對影片有什麼意見就記得留個言 如果想支持廣東話的評測 就記得分享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請iga今來你是剛好 已經賺的選定了 oo cod Ben